大家好,我是钟二君 最近一款名为白鹤良神女的文创皮肤可谓刷爆了我的朋友圈 熟悉王者的朋友都知道 这是一款王者重庆白鹤良博物馆合作的皮肤 也是大乔首款文创皮肤 其实在皮肤设计上 王者荣耀一指之律已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深挖一下 王者每年周年轻的免费皮肤都有啥不为人知的彩蛋细节 首先要介绍的是二周年限定皮肤油园肌梦真肌 这款皮肤的宁感出自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曲目油园肌梦 设计上相当考究 首先是服装彩蛋 无论是真气的发饰还是手中的团扇 亦或是衣服上的点缀都有梅花的元素 因为在戏曲牡丹亭中有这样一句台词 梦到一圆梅花树下立者跟美人 所以油园肌梦用梅花做影再适合不过了 而展示界面中以黄昏的月亮凋零的梅花和江南水香作为背景 则充分表现出了梅花树下撕裂梦中人的心情 其次是语音彩蛋 这次为真机配音的是北方昆曲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魏春荣老师 韵味悠长的昆曲唱段完美演绎出了规格女子的婉转心事 而这款皮肤的背后讲述了一个一针一换的爱情故事 作为官幻之女的杜力良 在昏昏睡母周目见书身持半只垂柳前来求爱 两人在牡丹亭优惠 虽然是兰克一梦 但她始终忘不了梦中之人 最终相思沉寂葬在了花园的梅树之下 三年后书身柳梦梅赴金一世 途经此地时与杜力良的游魂相遇 发现她正是自己梦中见到的家人 于是两人再度优惠 柳梦梅的痴情感动的力量令其黄魂在身 几经波折后二人忠诚夫妻相爱一生 如果说二周年皮肤是王者对传统文化的致敬 那么三周年皮肤遇见飞天杨宇环 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新生演绎 这款皮肤的灵感来自敦煌壁画 每个细节都集聚敦煌文化古运 首先是形象设计上的彩蛋和细节 所谓遇见飞天 其中的飞天也叫香音神 是敦煌壁画中描绘最多的形象 从古至今敦煌飞天的形象并不是固定的 而是历朝历代及和当时的审美进行的再创作 杨宇环飞天皮肤则是以大唐时期的飞天作为原型 整体造型采用了敦煌飞天中著名的反弹琵琶 其次是服装设计上的彩蛋和细节 法式采用了圣唐飞天最主要的飞天计 也就是书高计代宝观 胸口的装饰参考了作为敦煌经典元素之一的佛像背后的云雾和火纹 下身采用了裙摆式设计 加上曼妙的长裙飘带给人一种飘逸的柔美 最后是展示画面的彩蛋 杨宇环是从敦煌壁画上破壁而出 这种突破次元壁的展示方式 将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形象鲜活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敦煌飞天之美 而这款皮肤的背后是敦煌研究院专家和王者荣耀设计师 经过了长达六个月的赖仙打磨才完成的 可谓诚意满满 四周年限定皮肤梁柱来自乐剧梁柱 形象设计上上官网儿在这款皮肤中化身成为乐剧团的女小生演员 以女儿生扮演梁山伯 这是因为乐剧最有特色的就是以女性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的女小生 可谓是趣味十足 其次是服装设计上的彩蛋和细节 大家肯定注意到了这款皮肤中入了很多蝴蝶元素 人物的妆容采用了别具一格的蝴蝶装 衣服的袖口也是非常有梁柱特色的叠意 这是因为梁山伯与朱运台两人最终化为了一对形影像碎的蝴蝶 而挂在人物胸口的玉佩则是梁山伯和朱运台的定情信物 上官瓦儿手中的扇子同样藏药彩蛋 正面画的是青青荷叶青水塘 寓意着沉双沉对 背面引用了诗集里面的句子 死身气阔 与子沉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也是梁柱中非常经典的台词 充分表达了梁山伯和朱运台之间感人的爱情 而在语音上 制作团队请到了著名乐剧表演书家毛维涛老师 亲自给瓦儿传授乐剧记忆 为上官瓦儿献身 让我们体验到了传统乐剧的魅力 陈荣耀传舞道 王者的第五款周莲庆皮肤 选择与中华武术代表IP李小龙经营合作 李小龙想明大家都很熟悉 经典造型黄色连体液的黄黑配色 是一代人心中的记忆 王者五周莲限定皮肤 也是选择这个经典的形象 让裴青虎演绎李小龙的经典 在展示动画中 无论是漫目惊心的绕笛游走 还是威力巨大的一步侧踢 亦或是高潮部分的经典飞踢 李小龙裴青虎都细致地还原了李小龙的标志性动作 人物动态方面也是借用了他经典的挥舞双截棍的造型 最后是语音彩蛋 这款皮肤的语音设计之间的李小龙的经典台词 比如我没有对手 因为我是不存在的 出自电影龙针虎斗 大龙百尾小龙问路出自电影猛龙过江 如果你们要打就跟我打 出自电影唐山大凶 这些台词不仅表达了李小龙的武术家身份 也能显现出李小龙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思考 无论是传承昆曲文化的游园机梦 还是展示热学武术文化的李小龙 王者都细致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融入周年免费皮肤的设计之中 能在喜闻乐见的白瓢之中 亲身体验王者与经典文化碰撞出的火花 岂不是真香 期待以后能在峡谷之中 见到更多与传统文化合作的英雄皮肤 体验别致新生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合作的英雄皮肤